今天有趣啦 但是我沒有看到完 因為我現在人不太舒服 裡面真的蠻悶的 所以我就先走了 老實講類似這樣子 我通常都有一點不敢看 不敢看 老實講我的歌像這種 太矯情的我不敢看 太矯情 我認為是矯情 但是難免 因為他是很亢奮的 要煽動 對對對 現場是亢奮的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來 除了國昌或者是三三以外 其實絕大部分人 其實他們沒什麼上台的經驗 然後也許在我們私底下 講得兵病狗還可以 在那個地方 前面一片黑 講什麼自己都忘了 下了以後 我覺得情有可原 但是確實有一點過了一點點 包括趙之傑講的 或者是吳董事長講的 我都覺得 屠殺人 這樣子啦 那我可以想像 我不是他們裡面的人 我一直都不是 我雖然是林寧寺 那個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出來 確實大家心情 應該都非常沉重 我想沒有一個人開心 我記得 我那天還在剪片子 然後有新聞在聽到 我就不想看那個畫面 結果歷史哥就傳照片給我 我一看照片我就大哭 因為那種真的很痛 你會覺得很像是 你家裡的人 你的一個弟弟 這麼多年 十年來的一個弟弟 他不是這樣的人 對你們來說是很衝擊的 非常地大的痛 我其實那天晚上 我完全沒有睡 到天亮 然後 我覺得會很擔心 第一個想到是他 佩琪會怎麼辦 那還有爸爸媽媽怎麼辦 所以那天其實我要下班的時候 我又打電話給佩琪醫師 那我可以聽得出來 他也很焦慮 那種聲音 然後我就問他 你還好 他說還好還好 我問他有沒有人陪他 他說有這樣子 那我說那家裡 課爸課媽媽等等 我等於問候一下這樣子 我說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再請他告訴我 那我想我不能夠代表 小草們或者是黨內的人說什麼 但是呢 我後來剛好那個時候 我八月三十號到九月二號 這幾天我有做了一個 所謂的視訊民調 我用公開在網路上 你徵求這個小草或者支持者 你想講話 你支持或不支持都可以來講 那國人有人來報名 那有七位是完全 七位是完全 這個完全不能接受的 那有六位 因為人數不多 總共只有十五位 那有六位呢 是全力支持 怎麼樣都支持 而且覺得運作得很好 沒有問題 那甚至不需要 不要談到什麼黨主席 這有一點大逆不道 類似這樣子的感覺 另外的呢 他們會覺得說 沒有期待沒有等待 就放棄了 有也確實 所以這小草真的是 在這一次的這個衝擊當中 真的心虧意冷了 有有有確實有 那當然也有說 最後想一想 大概有點餘心不忍 又丟了一句話 或者甚至寫私訊給我說 如果他能夠整頓好的話 他還是想要給他一次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種心情 其實有 連我自己都很毛病 但確實這一次的一個衝擊 有衝散掉小草的信心 有 但姐你本身跟這個柯文哲 還有陳佩琪本身之前 有一些比較close的一接觸 你怎麼看柯文哲 今天在裡面已經壓到第五天了 就你所認識的阿伯 現在在裡面的狀況 你覺得 我首先 我如果這樣講 不知道對不對 他們的行程是用Google Google的calendar 有 這個之前 不是Excel就對了 密書有講 不是Excel 不是 因為這樣子可以 大家你可以邀請進來 大家都去看 才能協作 對對對 那後來有沒有改 我不知道這樣好不好 那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我在想 要怎麼說呢 我說不出來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如果他是朋友的話 我講他們的關係 我又覺得有點不忍心 那柯醫師這個人呢 在那種天氣之下呢 他絕對可以忍受 喔 他們家沒有冷氣 他們家有冷氣 但是不吹冷氣 他說為什麼要這個 吹冷氣蓋棉被 為什麼蓋棉被吹冷氣 他意思是說 你穿比較早就好 吹電風扇就可以 那至於吃東西 他可能也 我想也不是個問題 他也很愛吃泡麵 所以吃可能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如果這個時候他能夠心靜下來 好好的想一下事情 或者看一下書 我倒覺得是 應該是一個蠻好沉澱的地方 那佩琪醫師也 其實他本身也不算是一個 很奢華的人 其實他其實也不是 那他們兩個人 你看到1.2億 我知道你有怕對不對 因為你印象中 就沒有這麼奢華 我其實如果只針對4300跟1.2億 這一件事情 我其實是無法接受 如果以朋友來講 不過這個朋友 他都會有錢 你要怎樣 就是人家的錢 只是跟他之前人色不符 對 我其實這個部分 我也不能接受 到現在他也沒講清楚 還有你們一直在講金流 金流不是我們每個月 銀行都有邀請你們 一定要寫下你的email嗎 每個月有記帳單 對對對 那跟存責無關 那個不會被扣押 對啦 對喔 每個月有對帳單 對啊 email都會記一份 會啊 所以如果真的要證明 有千百一種方式 可以證明 是啦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可以一刀斃命 檢調歸檢調去查 我們就讓他去查 但是我必須講我自己 我還是對於這個 4線3跟1.2 我確實有一點覺得 我是去愛不住人 愛證明 愛不住人 老師音樂請下啦 愛不住人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 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 奶粉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